大家好,我是Eric 今天是9月27号 我们继续来聊股市 首先还是声明 我只是小散户 坚持自己的意见 不做投资建议 我们来回顾一下一周走势 周一大盘跳空低开 开盘后股指出现了快速回落 回撤二十日线附近 并一直低位震荡 尾市在户盘资金 入场的推动下 大盘出现了一波旗稳回升 周二开盘后 大盘略做横盘 就出现了一波回落 回补完缺口后 大盘一路走高 并一路突破了3000点大关 最高上空到了3002点 五盘后 大盘出现了震荡回落 尾市略有其稳 周三开盘后 大盘持续震荡回落 虽然出现了一定的反弹 但反弹力度有限 市场抛压比较大 全天大盘逐步回落 不但回补了9月5号的跳高缺口 还以全天最低点收盘 周四 大盘跳功高开 但开盘后 创业版为首的中小盘提彩股 大面积快速回落 拖累股指震荡回落 全天震荡下行 上阵收2929点 周五 大盘快速离开 变翻轰反弹 然后几乎再来回十多个点的 载幅震荡 平盘报收 全抽就是一个震荡下行的走势 上阵 周跌2.47% 前期 热门科技股和题材股 带领回调 尤其是周四 不少股票跌停 我认为 有一定的恐慌情绪出现 洗盘已经达到了效果 周二 市场都在关注央行行长的讲话 毕竟能不能降息 目前是市场最关心的一个话题 只是很可惜 一刚的一番表态 并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实质性能力好 仍然是强调 稳健货币政策和事实的逆周期调整 这就说明了 大家期待的大水漫灌 依然不太现实 为什么现在全世界各国都在降息宽松 国内反而显得不太积极 事实上 有两个因素在进行制约 第一个 上周降准的8000亿资金才落地 这个时候 再提及降息容易让市场产生过高的预期 也会对汇率造成压力 而且中美谈判正在进行 情况正朝着缓和的方向前进 货币政策上目前没有必要做太大的变动 第二 客观因素 当前政策调控房地产的力度空前 如果货币层面突然出现大规模放水 央行还是怕资金会通过各种渠道涌入到房地产 央行还是比较谨慎 所以现在央行的关键任务并不是不宽松 而是通过各种方式来避免全面宽松 近几年是国家转型的比较关键的时期 货币层面上的宽松是必须的 但是又需要谨慎的 10月份 央行在政策上 非常有可能会在LPR上降息 来满足中小企业的融资 而只要是降息 对行情就是有好处 根据统计显示 在11长假前一周 市场走势普遍比较清淡 过去10年中 下跌6次 上涨3次 有一次基本持平 这里所说的前一周 是做过合并处理的 比如说 2013年到2015年 连续3年 长假前的一周 只有一个交易日 所以我们就把它和上一周合并 得出了这个结果 可见从概率上来看 长假之前 跌多涨少 那么长假之后怎么走呢 我们也可以发现 在长假之后的一周 09年到17年 全部都是上涨的 而且2009年 2010年 2015年 涨幅都比较大 也就是去年 就是2018年出现了大跌 其实这只是一个统计 长假最不确定的因素 就是我们修饰 但是海外却开盘 所以 其实市场上 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变化 主要是消息面上的变化 一方面 需要看外围股市的脸色 另外 还要看内部的政策 比如说 2009年是次级年 趋势本身就是向上的 2014年 是紧缩之后的筑底 所以市场就反应比较平淡 目前来看 市场资金还是比较谨慎 只有外资在不断买买买 而上面暖风平吹 我相信 劫后还是比较乐观的 至少不会差 来聊聊市场 本周市场调整 大部分板块都下跌 周期板块就不多说了 黄金板块和猪肉板块都不好 我尤其不看好猪肉板块 市场的主流 还是在科技股和金融板块 科技股本周也是基底下跌 芯片 五级 人工智能 无人驾驶 华为概念等热门题材股 跌付居前 这个也属于正常现象 主要是前期科技股 涨幅比较大 部分获利巨大的资金 逢高离场 毕竟马上国庆节 部分资金选择了离场观望 但是科技股大趋势依然没有变 主流还在科技股 等这波调整结束 科技股还是会有很好的机会 尤其是五级 各地出台五级发展建设计划 这是由政府背书的 五级概念将被反复炒作 我们来聊聊大金融板块 提这个板块主要是目前结钱效应 资金抽血比较严重 所以大盘在资金面上压力比较大 这个板块一直不出手 但是结钱又有维稳任务 这个时候 在这个位置 大金融必须动 银行最近走的就相对比较强 但是大金融板块 如果不是大盘向上突破 向来持续性就比较差 证券是大金融板块的风向标 而银行是起稳定作用 保险这一块走的比较差 互联网金融波动幅度大 但主要是跟风大金融板块 尤其是证券板块 我们来看看我的个股 我还是没有进行任何操作 这股票周一开盘 10分钟就下滩到最低点 22.28 然后起稳逐步回升 午后拉伸翻红 虽有反复 收盘还是微涨 周二 早盘一路震荡向行 午盘后又开始震荡回落 几乎平盘报收 下午和上午走势正好相反 周三 在新的大股东减持消息下 跳空低开 全天维持 低位震荡 尾市再度跟随大盘 有小幅跳水 收跌7.4% 周四 略有冲高 就向下足迹回落 午后最低探到20.6 后有所反弹 无奈大盘尾市跳水 这股还是收跌3.64% 周五 开盘就返回21块以上 重心震荡向移 收盘涨2.5% 全周跌7.6% 本周这股票有两个大消息 第一个是最后一个大股东也宣布减持 第二还有就是连里阳公司也开始亏本减持 首先大股东减持公告这种消息一定是短期利空 这个大股东减持比例和其他三个差不多 只是当初他被强制性无法减持 这一次是补发减持公告 以下是我的理解 第一 说明前五大股东意见统一 行动有一致性 并不是其中某一个大股东将来会变成绝对的第一股东 第二 现在都是从8块涨到20多块了 应该不是为了解除股权质押风险而减持 第三连里阳公司也开始实际减持的部分 而且是亏本减持 他其实又不缺钱 跟风亏本减持这一点 对一个公司来说也没有实际作用的 唯一的解释就是大股东和他还有一个别的约定 而且是他减持以后对他是有好处的 到底后面会发生什么 我也不用去猜 到时候看公告 应该会很精彩 看来这次减持是真的 四个股东已经减持了相当部分 估计下周开始会继续减持 这一次最后一个大股东减持公告出来 市场走势也确实没有六月份那么影响强烈 在大盘不好的情况下 两天才跌掉10% 当初第一次减持公告探出一个市场底 这一次我估计也是探出一个短中期底 本周节前的洗盘已经达到了高潮 指数杀跌气氛已经出来 个股恐慌性杀跌现象也已经出来 我不认为大盘后势会形成周线双顶形态 毕竟从月线形态来看 非常明显属于见底回升的走势 如果因为这些天的调整 而误判大盘后势走势 或许会犯战略性判断错误 而且节前调整洗盘越充分 对节后行情的发展越有利 通过这次洗盘 大盘节后有望进入四季度公式 并且有望连接明年春季公式 上阵节后一旦重新站上3000点 并攻克了3030点强阻力的话 那么四季度有望向3200点的目标攻击 创业版一旦重新恢复公式 第一目标将攻击1780点一线的年类新高 下周一是国庆节最后一个交易日 没什么消息的话 应该进入国庆休假状态 市场一片太平祥和的气氛 谢谢